很多人看了这个彭大祥作案的经过呀 都不敢相信 就是现在我们想象的那个假币 那人民币制作过程当中都是高科技呀 又一道又一道的 什么水印啊 什么这个金属线那个什么的 防伪技术越来越高 这个人居然就凭借手工 不借助任何高科技 也不用电脑什么的 就完成了假币模板的制造 其实这个人现在呢 已经待在监狱里了 他在2013年呢 就被公安机关给抓获了 在2014年4月4号呢 以这个伪造货币罪 这个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还有重魂罪 恕罪并罚 判了他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重生 罚没所有个人财产 那么这个人呢 他的经历说起来 没有什么特殊的 他在这个广东汕头当地 是个很有名气的画工 就画东西画得非常细 你想他凭借手工 就能把人民币画得一模一样 这个画工挺了得 可惜他这聪明劲 没用到正道上 他开始画粮票 后来还画过十块钱人民币 就当年他就造假 后来呢 开过印刷厂 这一开印刷厂 他学会了制板技术 结果这印刷厂赔了 他自己跟这个记者就说 说我这辈子 干啥啥不行 正经生意 我是真做不了 就能干着造假的事 后来就有人找到他 说你这个 给我们做假人民币 这个模板吧 他就把这活接下来了 他主要呢 是做两套人民币的模板 一个是99版的 再一个是2005版的 就是我们看那个 有点发绿颜色的 那100块钱 和后来这粉红色 100块钱 他这两套模板 他都做过 前后呢 做了13套 然后一套呢 便宜时候卖5万块钱 贵的时候卖12万块钱 但是根据他这模板 来做出的那个造假的人民币 那可海量了 多了去了 这不是他的一个明确统计数字 96.7% 这个假币 跟他有直接管理 那么这个造假假币 其实这是一个大行的 你别看是违法犯罪 现在这个国内外 这已经形成了一个 极为细密的产业链条 从这质模板到造假 最后再发放 再怎么地下流通一类 这已经形成了 完整的犯罪链条 这个行当非常古老